美国共和党候选人拉姆姆尼选了莱恩做竞选副手 角逐人选有参议员卢比欧 众议员莱恩以及州长克利斯蒂 最后共和党候选人拉姆姆尼选了威斯康星州众议员莱恩做他的竞选副手 终于警觉拉姆姆尼的媒体有料能报了 拉姆姆尼和莱恩称他们是重振美国雄风队 莱恩出名于他所主张的保守预算提案 拉姆姆尼和莱恩认为他们才是真正能让美国起死回生的救星 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欧巴马健保 他们认为健保太贵了 为了健保后 莱恩打算用兑换券取代老人健保制度 莱恩也支持全民减税计划 并降低国家支出来控制美国负债 欧巴马过去不断抨击拉姆姆尼所创的 私募基金贝恩资本公司 莱恩的加入让欧巴马有新的攻击目标 欧巴马曾羞辱莱恩 邀请他到白宫只为了炮红 他对老人不利的健保计划 莱恩认为这批评很不老实 这计划本来打算在几年内阶段性实行 拉姆穆尼和莱恩认为目前是在欧洲市债务危机和经济复苏间拉锯 选民呢也是这么想吗 你认为11月谁会获胜呢 留一眼告诉我们吧 有什么感想呢 留个眼吧 你回来吧 我只是忆不 regions 你90园为我们宽罚来